大家看一下 他这里面特别提案 这个是邱志伟提案的319事件 2019年的3月19号 在立法院就提出来了 我把红色的圈起来 为什么认为詹廷怡不是任 詹廷怡不是任 她说呢 检视詹廷怡主委任内 常常以避免侵害言论自由为理由 到这里其实我就想要打句点 就是以避免侵害言论自由为理由 所以提案的委员跟联署赞成的委员 他们认为言论自由不可以是理由 他们认为 不可以拿这个当借口 对你就是要去做 即使他有可能侵害言论自由 你没有做到你该做的 所以第一句就 我特别拔圈用红线画起来 常以避免侵害言论自由为理由 掩盖程序拖延 管制不章之事实 管制他是希望要有效的管制 然后这个管制的过程 即使他有可能侵害到言论自由 也应该执行 放任假消息误导视听 妨碍公共讨论 让台湾媒体环境恶化至 无以复加的禁定 社会造成对立加剧 使其他政府机关为了澄清假消息 而疲于奔命 需耗行政能量 民众怨声载道 政府存在旨在解决问题 应该勇于认识 不应该以冠冕堂皇的自由 的理由 自命清高 失位素餐 以维护言论自由之名 然后行放纵破坏之时 第二次言论自由 有两个认为说 这个主委 他一直强调 太捍卫言论自由了 所以不肯去做媒体管制 简单讲 就是看完了这个领主书以后 得到的结论就是 这个NCC主委呢 他以言论自由 为理由 不愿意进行媒体的管制 所以我们要换掉他 对想到这里之后 其实我真的觉得 这样很悲哀啊 对想到这里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